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我们来看FT独家报道 尽管俄罗斯努力与中国达成重大天然气管道协议 但由于北京在价格和供应水平上的不合理要求 这一谈判陷入僵局 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 北京对西伯利亚力量二管道项目的强硬立场 凸显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使普京总统越来越依赖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经济支持 知情人士称 中国要求以接近俄罗斯国内高度补贴的价格支付 并且只承诺购买管道计划年产能500亿立方米的一小部分 如果该管道获得批准 将通过连接中国市场与曾经供应欧洲的俄罗斯西部汽田 改变俄罗斯国有天然气出口垄断企业Gasprom的困境 Gasprom去年因对欧洲的天然气销售大幅下滑 而损失6290亿卢布69亿美元 这是至少25年来的最大亏损 而欧洲在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方面取得了比预期更大的成功 尽管俄罗斯坚称 对西伯利亚力量2协议的达成充满信心 但两位知情人士表示 将局是Gasprom首席执行官阿列克谢 米勒没有随普京参加上月对北京的国事访问的原因 米勒当时正在访问伊朗 塔蒂亚纳米特罗娃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研究员 米勒的缺席对于任何与中国的严肃谈判都是高度象征性的 知情人士表示 管道协议是普京与习近平会晤时提出的三个主要请求之一 另外两个是希望中国银行在俄罗斯的活动增加 以及要求中国回避本月由乌克兰组织的和平会议 中国周五宣布将跳过在瑞士举办的乌克兰峰会 两位知情人士表示 北京和莫斯科正在讨论将一道多家银行进行隔离 以便为俄罗斯国防工业的贸易融资 几乎肯定会遭到美国制裁 切断这些银行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 然而 管道协议仍然遥远 而与中国银行的拟议合作规模也远小于俄罗斯的要求 知情人士补充道 克里姆林宫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Gasprong拒绝发表评论 俄罗斯未能达成协议表明乌克兰战争使中国在两国关系中成为主导伙伴 柏林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表示 从战略上讲 中国需要俄罗斯天然气作为不依赖海运路线的安全供应员 避免台湾或南海周边的海上冲突 但为了使这一点有价值 中国确实需要非常便宜的价格和灵活的义务 加布耶夫说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 中国对进口天然气的需求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约2500亿立方米 而2023年不到1700亿立方米 该报告称 2030年的需求水平仍可通过现有的管道供应合同和液化天然气合同基本或完全满足 然而 到2040年 中国的进口需求与现有承诺之间的差距将达到1500亿立方米 由于俄罗斯缺乏替代的陆路天然气出口路线 该Sprong可能不得不接受中国的条件 加布耶夫说 中国认为时间站在他一边 他有时间等待从俄罗斯人那里榨取最好的条件 并等待对中俄关系的关注转移到其他地方 他说 管道可以很快建成 因为汽田已经开发好了 最终 俄罗斯没有其他选择来销售这些天然气 在乌克兰战争前 Gasprong依靠向欧洲高价出售天然气来补贴俄罗斯国内市场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研究人员 从2019至2021年海关数据计算 中国支付给俄罗斯的天然气价格已经低于其他供应商 平均每百万英热单位4.4美元 而缅甸为10美元 乌兹别克斯坦为5美元 俄罗斯中央银行发布的数据表明 同期 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价格约为每百万英热单位10美元 2023年 Gasprong对欧洲的出口从乌克兰全面入侵前十年的平均每年2300亿立方米下降到22亿立方米 这一数字可能在今年年底与乌克兰的过境协议到期后进一步减少 未能达成对华增加供应的协议将是一个重大打击 一份由金融时报看到的俄罗斯主要银行的未发布报告最近将西伯利亚力量二排除在Gasprong的极限预测之外 浙江公司对2029年的预期利润降低了近15% 当时该银行预计该项目启动 斯蒂芬 罗奇坚守他对香港和中国的悲观看法 这是他在发表尖锐评论后首次访问香港 此前这些评论引发了前官员的反驳以及在北京重要会议上的明显禁言令 前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在周一接受彭博社采访时 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前景进行了悲观的分析 他还加大了对香港未来的激烈争论 这个亚洲金融中心在经历了疫情的自我隔离和持续的镇压意义后 正在努力重塑其全球形象 我想回到这里面对现实 我在写这些文章后受到了很多反对意见 罗奇说 人们对此感到不满 他们在讨论这些问题 所以我来到这里面对辩论和交流意见 罗奇描述了 他回到这个前英国殖民地时 看到他就办公楼上巨大的我们爱香港标语 这是吸引游客的灯光秀的一部分 罗奇在2月份的报纸专栏中曾表示香港已经完了 他说 他将与包括房地产大亨陈启宗在内的知名人物进行辩论 并参加公共讨论 同时会见企业和前政府领导人 罗奇的专栏文章引发了香港知名人士的反驳 包括香港政府咨询执行委员会召集人叶刘淑仪 在致金融时报的信中 派克执行主席善伟建辩称 写下香港为时尚早 因为他仍然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自由开放社会 拥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和低税率 罗奇在回应那些批评他忽视了香港从政治 公共健康和金融挑战中反弹的历史的批评时 强调其经济前景与中国大陆息息相关 如果中国继续表现不佳 这里就不会有任何任性 他说 指出香港和整个国家的增长率都在放缓 我认为这是无法持续和预见到未来的 罗奇警告说 中国日益不容忍的辩论可能会使国家误入歧途 这在他描述的北京在一次重要活动中试图让他闭嘴的事件中得到了体现 罗奇表示 今年3月他在中国发展论坛上首次在25年内被禁言 因为被告知 对你和我们来说 最好不要发言 他在之前的博客文章中表示 当权者警告他 他的言论可能会被误解 但没有透露他们是谁 他还表示 论坛首次拒绝发表他提交的学术论文 这是他受邀撰写此类论文 10年来首次发生这种情况 尽管组织者此前已经确认了其主题 中国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包括人口迅速老龄化 劳动力减少和生产率低下 习近平已经发出信息 内部辩论需要更多的集中在他所说的中国的好故事上 曾在摩根士丹利工作了30年的耶鲁大学讲师罗奇说 定义好这个词的权利在他手中 罗奇在周一接受彭博电视台的另一次采访中表示 他最近访问北京时 发现当地的企业家和学生情绪低落 我发现北京真的没有我多年来习惯的那种活力 罗奇在彭博电视台上说 可以说那里的气氛是沉闷的 甚至更糟 但我不想再深入探讨 最后关注南华独家消息 中国将加快在新疆和西藏自治区建设战略铁路连接 旨在加强对最西部地区的控制 根据中国铁路集团规划部门的高级官员刘文贤的说法 铁路网络布局仍需完善 西部地区仍有许多地方尚未开发 进出西藏和新疆的主要战略通道需要加强 刘在接受国有铁路运营商旗下报纸人民铁路的采访时表示 优先事项是加强战略联系的建设 有效保障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 我们将重点加强从新疆到西藏等战略主干道 并填补西部地区铁路网络的空白 以全面提升新疆 西藏与内陆之间的多项联通 刘说道 刘表示 这是中国加强交通连接以确保能源和供应链安全的一部分 根据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清华大学研究员的说法 北京对新疆和西藏有大计划 新疆是战略性中欧货运列车的门户 而青藏高原对中国的西部边境安全极为重要 由于话题敏感 该研究员要求匿名 北京在过去十年中艰苦地恢复了这两个地区的秩序和安全 现在是将交通网络扩展到这些地区的时候了 这样人际交流可以发生 这些地区的货物可以销售到中国其他地方 这是进一步整合的前提条件 刘说 到2025年 中国的现代铁路基础设施将基本完成 铁路网将达到16.5万公里 10万02526英里 其中包括5万公里的高速铁路 他表示 中国计划到2035年将铁路网络扩大到约20万公里 其中约7万公里为高速铁路 中国在高速铁路发展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根据Statista的数据 2022年中国拥有40474公里的高速铁路 比排名前十的国家总和还要多一倍 美国在高速铁路长度上排名第十一 仅有735公里 但他仍然运营着全球最大的铁路网络 总长超过22万公里 2023年 中国的铁路网络总长度排名第二 约为15.9万公里 刘表示 到明年年底 中国的铁路网络将覆盖99.5%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 而高速铁路网络将覆盖97%以上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 他还表示 铁路基础设施的韧性 安全性和可靠性将得到改善 中国的铁路需要更好更快地应对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 然而 这一愿景面临着巨大的财务挑战 因为中国铁路集团通过借款为大规模扩张支付费用 到去年年底 其债务增加到6.13万亿元人民币 约8460亿美元 而营业利润仅为3.3亿元人民币 中国最近罕见的大幅提高了4条主要高铁线路的票价 这一举措被广泛认为是恢复其债务缠身的高铁网络盈利能力的尝试